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可以 医生不可以 他自己更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为你想叫我买单 就可以打烊了 买了单了 这杯我请你喝 谢了啊 喝完这杯回去睡觉 难得你还这么关心我 我说的是事实 不管喝得多醉还是会醒的 醒了就要面对你要面对的事 既然是这样不如多睡两个钟头 脸色没那么难看 免得影响是如 你别告诉我 你跟了我一个晚上 就只想跟我说这些话 想感太小了 你不要以为 你还值得我为你做这种事啊 这倒是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喂 不用怕难为情啊 我知道你输得不服 怎么会 是我咎由自取的 别以为贬得自己一文不值 我就会赢得没那么开心 现在生意在我手里 赢的是我 我同样很享受 先有一个讨厌的人 接着有一个想他报复的理由 然后就做事 跟着看他会有什么结果 了了心事好好睡一觉 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慢慢享受 我当然慢慢享受了 但是你不用指望 还有这种感受 因为你下半辈子完了 你不会再有机会 那 我有没有机会 轮不到你来说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人 好累 就算宋世万在我面前中风那么可怜 也拿不到任何好处啊 少跟我来这一趟 你别介意 我这个样子 根本不在乎你今天 是不是坐在我的面前 因为你石太川在我心目中 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重要的是 我赢了你啊 我不是输给你 我是输给我自己 好 好 我就让你摔在地上抓把沙子 我让你拿看你拿多少 此时此刻 我看你还能够自我捧照到多久 这个世界以后是我石太川 不是你们的了 你们完蛋了 信不信有你 其实在我心目中 一直以来 根本有一个比你更加值得我向他报复的 他使我失去了一段感情 失去了孩子 所以到头来 我要他为我卖力 为我内疚一辈子 而结果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什么时候才能睡个安心静 因为我发现 原来恨一个你自己心爱的人 不可能有恨完力 你又不能原谅他 但是你又不能彻彻底底地解决他 结果 什么都不是 结果你就 变成一个连你自己也讨厌自己 高长盛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整件事与你无关 就是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自己进来 只不过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想这次也是最后一次 你以后也不会想再看到我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下命令叫人做事了没有 不过今天早上听新闻 没有报道贺哲男有什么事 像他那种风头人物 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记者应该很快知道 你怕我已经下了命令 没有最好了 不过以后 我看你没机会这么做 今天星期四 稍后九点钟我会到警局去签道 我会顺便跟他们说 所有的事都是你指使我 你有证据吗 就像那天日东说的 所有的事都可以杜撰 我只要告诉警察 我也同样有份做 上了法庭 大家多少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为我在你心目中很重要 你做什么都是为了我 我是 所以我才有这个决定 我想收手 我跟你 大家都是 我收手 你收手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 我知道 可是现在我只会做我自己决定的事 其他人我没本事管 我还记得你说过 已经不能够回头了 是不能够回头 但总可以停下脚步 不再走下去 错的已经错了 少错一点 总好过再错下去 待会儿你打算去哪家警局 你阻止不了我的 我不是打算阻止你 我想看大家是不是顺路 张律师 高先生 请进来 好 康小姐走 走 你真的很有效率 你一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时间还挺仓促的 不过幸好我还在香港 师爷来得及通知我 这么巧我住在附近 我走呀 你到底搞什么 我打算待会儿去自首 所以找张律师一块儿去 自首 其实这些年来 我一直咬着贺哲男 咬得有点乏味 很讨厌 我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 所以我想 早点停下来 不过不是你说那种 我不能够回头再停下来 我只想停下来之后 将来可以回头的时候 有多一点时间 长生 待会儿你到了警局 签到就够了 不用那么辛苦说什么谎话 因为我会说实话 贺先生 贺先生 你喝了整碗酒 不如回房间睡吧 不用了 我洗个澡之后就上班 你随便弄什么给我吃就行了 好 对了 昨天你走了之后 康小姐上来过 她说这份文件 要交还给你的 喂 卓南 你在外面还是在家里 我在家 相信你 看到那份文件了 看到 对不起啊 别这么说 她始终是你妹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 坦白说 之前大姐跟我说过 小妹会对付你 所以我才拿文件来威胁她 可是我想得很清楚 我真的做不出来 我之前威胁她说我会做的事 我也做不出来 我也不想你去做 所以 我才把文件这样处理的 既然 我没有小妹的痛脚在手了 以后 我也没能力去保你 我所说的对不起 因为这个 你的雅思面前 替我说话 对啊 我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你 也为了我妹妹 因为我不想她造孽 你也一样 我明白 其实只要我在你的心里 容忍值得这么做的话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肯这么做 我也希望你会这么做 至于小妹我不敢说了 所以日后人要小心翼翼 就这样 不用做了 行政行动 怎么样 我已经照你的吩咐 停止所有行动 你放心 你二姐平安无事 太好了 老实说 我不太习惯做这种事 但是你跟我都明白 现在她手里那份协议书 对你来说 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 我只想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现在 我只知道我很累 我很想好好地睡一觉 然后 收拾训训这间房 收藏训训所有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没有其他打算 小若 真的很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你为我们家里 做了那么多事 我相信 他们也会提亮你的苦心 他们会行的 这就对了 以后你有什么不明白 你就怎么看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 我不怕辛苦 我还可以熬几十年的 来 今天这个记者招待会 是想向大家公布 我们宝伦集团很高兴 和特区政府达成协议 将会全权负责 新界北边境区发展计划的 一切融资项目 我们也很欢迎中央政府 刚刚在昨天公布的 BCES措施 在未来这五个月内 我们将会公布 新组成的财团和银团的 成员名单 我们宝伦集团所有同事 都相信这个发展计划 将会为香港 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发展 带来突破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问问题 我是《传真日记》的记者 David Chen 我想问 为什么这么大型的发展项目 集团主席石泰川先生 没有出席今天的发布会呢 因为石先生今天很忙 所以他就不会出席 这个发布会 下一位请 城市日报的Alan 听说呢 政府已经联络了石先生 在年底会受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你还是向政府的新闻处求证 听说石先生 会被邀请加入行政会议 有关方面是不是真的 跟石先生接触过呢 不好意思 我今天只会答 发布会的事 下一位 石先生 对不起 这个时候呢 前面应该会很堵车的 我靠我们要绕个路 才能够到公司门口啊 没关系 你在附近让我下车 我自己走过去 是 石先生 谢谢您好 在我们的推广期间呢 早餐就送这一个 我们有很多东西送的 不如你拿回去看看啊 喂 石太川啊 在那边 想打动它要有技巧 对啊 石先生 您好 我们是维尘尼亚 有最新最齐全的设备 一定适合你 我们维尔斯堡呢 有钻石级的会集 专为你们这类 行政人员而设的 我们维尘尼亚 最新的高温瑜伽课程 全部都是印度籍老师教授 维尔斯堡健身的话呢 包早餐 果汁啊 咖啡啊 免费日喝的 这样吧 你们两个我都参加 帮你们打打气 谢谢 石先生 谢谢 麻烦你在这里签名 和填写资料 谢谢 谢谢 石先生 石先生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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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们两兄弟 现在完整无缺 好好地坐在这里 只是他早就知道 我不可能喜欢他 而我也知道 他最后喜欢的那个 也不是我 我查到宋子凌在美国的住址 你下飞机之后 再坐半个小时的车就到了 我会待在美国一阵子 这段时间你帮我看着公司 有事我再联络你 好的 是什么 打开来看看 好漂亮 是不是磨好了 我的相公呢 OK的 磨完之后呢 钻石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我怎么看得出 你才是专家嘛 你说是就是了 谢谢你们 你真是的 眼睛有事吗 干嘛拿到孙先生那里去打磨呢 那这个凶针是你的吗 你叫别人打磨还不一样 记不记得我问过你包揽诉讼的事 对不起 那次我撒谎了 我知道 所以最近我一个电话也没打给你 因为我真的生气 我欺你又骗我 不过最近我听说你呢 辞了天坤副主席的职位是不是 我自己也有想过 如果再不停下来我怕没机会 斗来斗去不知道为什么 是时候应该把所有的事放手吧 好吧 看你这么乖 这次不收你工钱 太和 既然是你弄的 不如你帮我戴 你自己戴吧 来嘛 你帮我戴嘛 你这么大个人了 自己戴啊 求求你了 塑料衣服啊 不会闷热吗 你 想扣在领子呢 还是扣在哪里 还是不要了 我怕扎到你 你自己戴吧 太和 你的眼睛怎么了 没什么 没事 你看不到东西 医生怀疑有这个可能性 你自己戴吧 为什么会这样 你自己戴吧 是不是因为帮我打磨 不是 所以你的眼睛恶化 不是的 真的不是 不是 你别这样 你怎么这么傻呢 我都傻了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能为你做的 真的不止这么少 尽管 算是花了 抹好它 看起来就好像没事 可是花一次 磨一次 再花一次 又磨一次 分数就会低了 这种损失永远都补不回来的 钻石永远都不能还原像最初那样 但是我记性好了 这个钻石不管在哪个阶段 我都记得它的样子 我记得第一次的雅思 我看到它的时候它的样子 我还记得它第一次骗我的样子 我记得它第一次求我帮忙的样子 我更加记得 刚才它说 会放下以前的事 争夺再来的样子 你知道吗 那个样子 跟第一次我认识的康雅思是一样的 就算我以后真的看不到了 我也会记得 我 我很想再见到你的样子 太后 我很想再见到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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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教我们厨艺的那个老师傅 他走了 活了八十多 算是喜丧 我去了灵堂给他鞠躬 还帮你给了薄金 想当年我们一群师兄弟老是咒他 咒他生儿子没屁眼儿 真是 没想到他就让儿孙满堂浩浩荡荡的 家属谢礼对我鞠躬的时候 挖杯军队还齐 我呢已经尽了力了 希望到最后 可以做到你要我做的事 我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了 你懂了 其实我知道我还欠你一句对不起 当然我希望你醒了 当面跟你说 谢谢 哇 这么多菜 那你说吃了完呢 嗯 好 没问题 来 喝杯酒 吃饭 谢谢 不谢 前几天 张律师跟我谈过了 他说你为了帮我说过谎 证词前后都不一致 究竟他们是告你藐视法庭呢 还是怀疑你做伪证还不知道 不过他分析过 他有把握可以替你争取到 缓刑或者是 社会服务令 这不更好 社会服务令可以令你减肥 你这是说我怕 你介意 不会有女人喜欢听到这句话吧 对不起 就一句对不起 我跟张律师也谈到 我上庭那天 检控方面一定会说 怕我怕我弃跑前逃 所以绝对不会让我保持 而法官大多数都会接纳的 所以我 除了说对不起 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以前的老公跟我离婚的时候 跟我说过什么话 没有 你为什么不问呢 我看你也不想说吧 所以 所以我不敢问 你怕这个是我的死去 可以这么说 其实 人到了一定年纪 每个人的身上呢 都有很多疤痕 既然这些疤痕很难看 何必掀起来看 你不看他还是在那儿 那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我是一个 只爱自己不爱其他人的人 包括他 包括家庭 包括一切一切 那他说错了 他没有 不过人是会变的 就说你以前嘛 你应该很多头发的 你现在才来说我没头发 你介意啊 有哪个男人希望听到这句话呀 对不起了 只是说声对不起啊 你刚才也是这样的吗 你还想我怎么样 你等我 等我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欠你太多了 太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还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等我出来 好吗 你放心 连本带利 我要你还我一辈子 是啊 你不用特地从家里呢 跑到公司帮我拿了 你自己一来一回啊 比我花的时间更多 我会从公司直接拿去会场 都怪我自己太糊涂了 对了 你是不是确定拍卖的那条项链 真的放在保险箱里了 帮我通知我的司机 要是怕堵车的话呢 就在国金等我 今晚的会我不想迟到 今天啊 要陪周先生周太太出席舞会 不知道要到几点 保险一点吧 你明天可不可以叫醒我 我不想啊 第一次跟客户开会就迟到 要是看到罗涛涛 你帮我想办法 使得以为我今天不会去 我不想今天跟王董聊得好好的 他把他扫兴了 对了 顺便呢 帮我把车送去维修 差不多该检查了 对 送去他们公司就行吗 嗯 好的 谢谢你啊 好 拜拜 不用再通知司机了 老是无影无踪的 我自己拦机车好了 族长 喂 老兄 你上不上车啊 不用了 开什么玩笑 哎 这个戒指你的 嗯 这个没用的 把项链摘下来给我 哦 还有一个耳环 有没有口香糖 嗯 对了 最近还好吗 OK了 对了 你呢 天空很薄吗 还是那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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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拿的 哦 谢谢 谢谢 过来一点 看不清楚啊 行不行 怎么样 再过一点 不行 还是勾不到 行吗 差一点 差一点 坐背一点 行不行 行吗 勾到了吗 坐背一点 坐背一点 好 完全可以了 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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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小心点 慢慢 慢慢 别碰到就行了 差不多 差不多了 拿到了 拿到了 来 来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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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